封面夹带大雨轰炸北台湾 不少地区传出了灾情 像是在台铁平溪线轨道 就被发现有落石 列车也因此停驶 而另外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 则出现了路数倒下来 砸坏车辆的事件 往前一看大大小小落石 掉在轨道上 整个走山了 抬头往上瞧 山坡其中一块光秃秃 一块巨石就卡在上面 超大巨石 真的是月看月惊险 18号清晨封面夹带大雨轰炸北台湾 台铁平溪支线列车预警性停驶 没想到恢复通车才半小时 就发现轨道有落石再度停驶 人人迅速前往清除落石 加固轨道旁坡面 确认安全才会恢复通车 而传出灾情的还不止铁路 车子还没开过去 路数直接倒塌压在车上 哎呦天哪 一声巨响吓坏车上夫妻 两人下了车才发现 车顶挡风玻璃甚至后车厢 板筋凹的凹 玻璃碎的碎 就连车身也都是刮痕 感觉到车子就晃啊 整台车子在晃 吓死了 想说到底怎样 吓都吓坏了 当时丈夫在妻子 要去岳父岳母家 结果经过大同区 路数突然倒塌 砸了下来 索性砸的位置 偏车子后方 要是在前面一点点 恐怕夫妻两人会受伤 过了驾驶台 不然如果说早上驾驶台 我们两个应该都受伤 大雨洗台 北台湾淹水酿灾 好在没有传出 严重伤亡 记者综合报导